一座愚蠢的智人 不如座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天讯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 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 实际的行动 三 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 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 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 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细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以戴和蝸牛的触角 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舌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 希腊旧神显得迟顿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舌头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 往往因为 喂